就羽毛球项目来说呢 亚运会同样也是世界级的顶尖较量 手握主场优势的韩国队虽然实力不俗 但他们在赛前的态度依然非常的谨慎 根据官方公布的训练计划 我们今天早上九点是赶到训练场准备拍摄韩国队 结果扑了空 经过多方的打听 很多人猜测 他们很有可能已经来到我身后的贵阳体育馆 也就是羽毛球的主比赛场地 提前进行适应和热身 那里面现在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呢 咱们去看一看 贵阳体育馆能坐4300人 此刻跟这支大海豹共享球馆的 正是韩国羽毛球队全体队员 九点半他们刚刚开始集结热身 接下来几名队员的一系列动作 恰好能反映出韩国优势项目男双组眼下的心态 世锦赛包揽冠亚军 男双前四占三席 而豪华阵容的核心正是超级帅哥李龙大 从北京奥运会混双决赛的一名精人 到伦敦之后换不同搭档都当上世界第一 专注无疑是他的秘诀之一 随后我向韩国队总教练李德春申请采访李龙大 在长达二十分钟的沟通中 无论变换怎样的角度 哪怕只提一个无关备战的问题 仍然遭到他坚决的反对 李德春说 别说你们 KBS在内的韩国本土三大台 早都被我关在门外了 球队对待外界的态度冷冰冰 而韩国民众对这支球队的祝福与期盼 却是一片热忱 我期待很期待 我期待很期待